枪枪三人行 你们两位都是上海人 最近听说了吗 上海抓人了 我们这个媒体 你一直在抓人 你孔天下不乱 咱们不要抹黑上海 我们每天抓人 就是啊 对对对 实际上我现在越来越喜欢上海 但是我说抓这个人呢 跟我们外地人有关系 这个人的名字啊 好像姓湛 还是读湛的占领的 占领上海 这个人姓湛 特别有意思 他被公安抓了啊 但是现在放了 现在放了 因为社会各界有一些议论 说他这个当时 就是算扰了 扰乱社会秩序吧 其实他就是在示威 他在这个就是 在说一个什么事呢 他的他在上海住了十年 他的女儿 现在要参加中考 初中考高中 他的女儿挺神的 是个倔强的女孩子 这个女儿现在也成了个名人 为什么呢 现在就是说他辍学了 因为他说我要在上海 我在上海住了十年了 我要在上海参加这个中考 乃至于高考 可是呢 上海人民 至少至少一部分人民 不答应 说 你们这个外地人 你们也来抢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考试的机会 他没有上海后考 没有 没有 于是呢 他就不是说 他说人家这个外地人 在网上说 看见那些公知们 有这个微博上约架的 约打架的 他说我们君子动口不动手 我约辩 约辩论 谁敢给我辩论 然后在上海人民广场 听说说那天呢 来了一些戴着墨镜 戴口罩的人 我还上海人呢 是挺细致 他怕人拍到 就是说上海本地人 代表上海 就本地人家长 反对这个外地人的孩子 在这参加中考高考的 戴着墨镜 戴着也 也喊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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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那个反正可能发生了一些 什么什么事情 哎 就出这么一件事 哎 你从上海来 你最清楚了 呃 我知道这件事情啊 但我没有到人民广场 看热闹去 朋友去看 知道这个事情 就是这个战家 最近比较特殊 因为他一直在博客 微博上非常活跃 所以大家都关注这件事情 最近闹 不光上海闹 那个北京也闹 也有很多人 那个要求北京 在北京参加这个高考 因为北京现在 常住人口很多嘛 没有户口的人 特别特别多 很多人要求我在北京 我在北京待了15年了 我的孩子必须 在北京参加高考 为什么你的这个升学率 那么高 我回到山东去 我就100个人 里面造一个我 我升学率太低了 就是说在大城市 容易考上大学 是啊 北京 那当然了 我参加高考的时候 就知道北京人太占便宜了 分数线最低的 对 大学最多 考生少 分数线又低 谁不想到北京来吃块肉 就是啊 就是啊 还有这样的政策 所以啊 现在就都 你看这个 很多这个 这个微博上 他们都在聊这个事 就是说聊 聊什么呢 就是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 但是呢 其中有一个人 说是要改变吧 不是计划 一步步改 对 有一个人的这个观点啊 我是赞同的 基本上代表了我的观点啊 有一个微博上 有一个叫彭小云的 他说呀 他说批评上海人狭隘 没什么意思 因为现在都在骂 你看你们上海人 就是这样 什么 他也不单是一个上海的问题吗 他不是说北京啊 什么都 就大城市 尤其是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 说上海特有的文化也许的确培育了斤斤计较的市民 但是上海人的精明算计不一定有道德上的错误 自私在道德上常常可以获得辩护的 是吧 他说香港的公民意识够进步的了 市民仍然有厌恶大陆抢夺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的这种举动 他说关键在于政府的责任 我是真觉得啊 就是说 对这个市民呢 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人性 你对人性应该有个基本的了解 对啊 是这样的 伤害我利益的时候 我就要说了 对吧 你比如说你说香港人就是这样啊 大陆人带生意带钱来 我高兴 但是大陆人抢了我 来生孩子 买房子 买房子 或者把我的物价搞贵了 我就打出标语来说 大陆人滚回大陆去啊 其实你认为需要骂香港人吗 我认为人类就是这样的 他很 对 是吧 所以为什么要讲究一个社会 各个利益团体之间要制衡 最后只有搞平衡 搞就就谁代表谁 谁代表谁 然后我们我们通过政府通过公共的机器 实现利益上最大的公约数 不就是这么一回事 对您的报告做得很好 完了这个问题讨论完了 上海代表 上海代表还没发言的 北京代表已经做结论了 咱们开个小型的什么会议 没错没错 很多时候北京代表就是这样 爱压制上海代表的意见 很难应该给上海代表发言的机会 快说 这待会广东代表 然后香港代表 对海外代表还没谈 就是你说真正有钱的人 他都不在乎 为什么呢 现在国内的户籍对有钱人是没有的 对 我想签到北京到北京 到上海到上海 我只要开个工厂 我想这个移民就移民 你这户籍对有钱人来说 一文不值 可以说 那么他现在反对最厉害的就是 小市民 对 钱呢 有一点不多 然后呢 看着这个孩子小学里边呢 外地的学生呢 又占了一半以上了 越来越多了 然后想着 就指望着高考 留学呢 没有钱 就指望着高考改变命运 最好孩子能考进 不但 然后有一个什么奖学金 到美国去读书 这是最棒的了 对不对 结果呢 现在他们还要求参加中考高考 完了 跟他们 他们特会考试 对不对 人数又多 所以他们一来的话 那么北京也好 上海也好 这帮家长一看 哇完蛋了 这还行啊 所以赶紧贴标语 我也能理解 但是教育不是一种福利 我觉得长远来看 我们不妨比较一下 德国日本 跟美国的教育政策 德国跟日本 他们 照顾自己的 他们很少把奖学金 相对比较难 给外面的人 他们的理论是 我们纳税人的钱 我们给我们自己 尤其是单一民族的地方 美国就走一条 很不一样的道路 美国最一流的大学 他相当部分的奖学金 给印度人 给中国大陆的 给韩国的 给台湾的 美国自己的老百姓 也在那里抱怨啊 我住在波士顿 我从小在波士顿读书 我读了那么多年了 现在我要读MIT 我读不进 我读哈佛读不进 但是还是不一样 你比如说美国的州立大学 给本州的人 那价格就很便宜 很便宜 对 但是最好的那些学校 他宁可把奖学金 给外国 给不相干 而且那些给了以后 他读完以后 他就回去为印度服务的 他去为印尼服务的 但是美国就作为一个 基本国策 可你知道他这个 基本国策 最后的效果是什么 他维持着现在世界上 最好的大学 最好的教育 声援是最广阔的 所以我在想 教育该不该是 一个城市的福利呢 我至少在我看来 大学不应该是 其实你刚才讲到了 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个层面是 国家的 就是全国性的大学 你比如说像北大清华 像上海的复旦交大 这种都是教育部 大规模的给钱 我是觉得像这样的大学 你可以在全国找声援 因为你本来就一流的学校 你需要再找到最好的学生 但是另外一个大学 另外如果是 你觉得地方大学 就应该照顾地方了 那如果是地方大学 本地纳税人给的钱 你凭什么不照顾地方 我为什么 我山东的大学 我要照顾你云南的学生 我山东人 纳税人出的钱 为了你山东的发展 我讲一句话 这个真的是一个 很难的一个事 我觉得这是个世界性的问题 就是本地人和外来人 我都想站在他们角度说话 你比如说上海 我们现在上次有人跟我说 有政府官员跟我说 九年义务教育是彻底开放的 那么在小学或者初中里边 外地的孩子 已经超过了上海孩子的比例了 这一块开放已经比较大了 你凭什么还说他是外地孩子 他已经住在你上海了 他只是不会讲上海话而已 徐老师 他很会说上海话 关键问题是 你知道我也支持户口要改革 但是我支持一步步来 不要理想主义 一天想一天就想登天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必须要一步步来 你比如说像有的人 他在上海交了十年的税 为上海做了很大的贡献 这时候你为什么不让他 这个在上海定居呢 但是有的东西我不支持 因为这个你不得不承认 这个在北京上海 这些地方户口是有溢价的 你比如说像西部的一个省会城市 一年的支出 每个人的支出 四项 比如养老这种支出 平均人才几块钱 像上海北京这种地方 一百多块钱 一百八十块钱左右 相差很远 那么他背后的价格成本就很高 这个时候包括这个詹海特他们家庭 我说出去大概又要骂了 对不对 你如果在上海很多年 你想到上海来定居 没有问题 我觉得任何人都应该欢迎你 但是你来定居的话 你首先应该讲规则 还有你应该公平的纳税 对不对 他没交税 我第一 我看到的是 在税收方面有一定的疑问 第二 这个家庭有三个孩子 超生 那么你可以跟我说 我们要保护人权 他为什么不能生三个孩子 但你知道 上海的普通市民都是一个孩子 他为什么要破坏规则呢 本来就很艰难的情况下 所以上海人也不是完全不讲理的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韩国情报 朝鲜核摄市有异动 美韩洋言突袭拔处 朝鲜核摄市 几方军沈阳空30室升级战机 美军最新武器放在中国周边 二炮实弹对抗演练 美国防法案直接插手钓鱼道 几方军东海舰队三军夺刀演习 日本说中国解放军强势提升海军 中国俄勒斯合照先行最强潜艇 解放军导弹驱逐舰演练保护航母 美帝中文台特约 军提供的来者收藏 凤凰卫视中文台 我家自从换了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省电安全舒适 同时洗澡洗碗洗菜 热水都不断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你用了也会说好 徐老师你不要歧视 不是你不要误解我 我不但不是歧视上海人 相反我必须跟你说 我当年早年作为一个北方人 确实是对上海人有一定的印象 肯定在上海女孩子身上吃过苦头 那倒还真不是 我跟你说上海女孩子 我觉得对我真是好 不是我现在说说你 我说上海男人 我从徐老师开始 一直到现在 我觉得我这些年 对上海和上海人 是越来越喜欢 这当然同时 伴随上海的发展变化 确实很有意思 你比如说我的很多台湾朋友 我现在去上海 他们住在上海 对他们说 有很多生意上的选择 他需要住到北京去 但是他反复考虑反复考虑 最后还是觉得要在上海 生活是上海 为什么上海有生活气息 你在上海现在 北京有政治气氛 北京我跟你说 你上哪散步去 你说北京 你想找个能散步的街道 走走你就走到高架桥上去 你知道吗 你在上海 真的是 我觉得上海是有可能比较像台北的 就是说有街巷 有小商店 北京的胡同呢 生活 北京胡同 上海人现在都搬到松江去散步去 北京胡同现在变成就类似于我看 跟山顶动人的那么一小块地方 被保留 而且就是假胡同也开始出现 对吧 上海真的是人在里头 生活还有这个气息 而且我就说上海人 我现在武断的说一句 是最有望在中国恢复服务精神的 我不是说你们现在服务的就很好 我是说最有资格做用人的 我的台湾朋友跟我讲 我就问他 我说上海跟北京 他说我还喜欢在上海 我说为什么 他讲的话很有意思 他说上海人确实是特别的精明 但是因为他这个精明 他对你给他的一点点好处 非常珍惜 他不像是某些少数北方人 你那个钱都喂不饱 你给他好处 他都不知道的 上海人是 我们就是 如果你要拿他一点东西 他也特别心痛 这就是我后来 这就是我后来对上海人 我明白了 就是说对 人不犯我 我不犯 上海人 他你是算计 可是问题是 他也没想占你的便宜 他只是不想你占他的便宜 其实我喜欢跟这样的人打交道 说清楚不好吗 那是因为你是强者 你已经富有了 你现在达人秀了 所以你这个厉害 就是你穷的话 你想要人家帮助你的话 那碰到上海人就觉得你太冷了 对不对 还是跟你的身份有关系 你以为北方人真的就那么仗义吗 他觉得北方人很热 你以为北方人说 哥们 哥们我的都是你的 到哪找我 找我 你找他干嘛 你也不知道 你以为那都靠不住 你来了 我全包了 我那时候真的是 我觉得北方人是这样 我其实还不是上海人 我杭州人 然后到北方人 第一次喝酒的时候 觉得特别 拍着胸部说 什么都搞定 你那时候就觉得 北方人真好 真仗义 什么都敢干 但后来知道 不会那么回事 所以你是研究经济学的 你最应该能够明白这个道理 就说这个人性 哪怕是仗义 输才的北方民族 我跟你说 偶尔小仗 咱不算清楚 可以 但是如果是长期的 这个不均衡的 任何人不能持续的 所以最后我想来想去 本质上上海人跟香港人都有类似之处 对啊 很好啊 大家讲清楚 但是你要知道上海人现在的失落 整个这个大环境 在97年香港回归中国的时候 香港占中国的经济的六分之一 那个时候台湾占四分之一 所以加在一起啊 将近整于中国总数的三分之一 现在过了这十几二十年以后啊 现在香港只占中国大陆全部的三十分之一 跟上海一样 上海在文革期间 上海提供钱啊 占全国财政的五分之一 现在上海也跌到只有几十分之一 换言之 上海香港 在大中华的这个经济格局的相对占份额 都在下降 但是他们的自豪感 优越感 还保持着 觉得自己是最洋的中国人 觉得自己是最fashion的中国人 觉得人家是外地人 这个经济地位的下降 跟文化心理的没有下降 造成了一种落实 所以就是说 我就说我那个台湾不在上海的台湾朋友 他就讲 他说 哎呀 上海人 我觉得上海朋友哪个都好 他说就是一样 就是他们到台湾 我带他们玩 他们不管到什么地方 我们也有 啊 这个东西我们上海都有了 这个东西我们上海都有了 他说 其实是一种自卑 其实是一种自卑 是吧 所以我跟你说 其实回过头来想一想啊 这种大城市的失落 现在除了北京之外 其实香港 北京上升 北京上升 因为国有企业 这过去十年 国企的总部都在北京 香港也好 上海也好 包括广州 这些城市都在失落 他觉得自己的重要性 越来越下降了 可是我听你们数啊 这几个正在失落的城市 房价才是上升 我跟你们讲 是我觉得越来越舒服的地方 广州 我当年在广州住过七年 那个时候广州啊 没什么好的 烂七八糟 真的那个时候是广州 精精蒸蒸日上的时候 那广州那个流花火车站 就什么东北虎啊 新疆帮啊 那家伙乱的不得了 但是那个时候是广东经济 在全国领排头兵的位置 对火车头 可是今天你们所说的 上海在衰落在怀旧 广州在衰落在怀旧 可是你到那里去生活 你的感觉比北京舒服多了 就这是我说的那种生活气息啊 反倒越来越浓 你比如你在广州 是吧 吃的也不贵 而且呢 有些比较新鲜 现代化的地方 也有这个 这比深圳有强 它有历史 广州有老的大排档 广州人的那种很实在的 我喜欢广州的早茶 饮早茶 你知道吗 有散步的地方 人们开始有点悠闲 而且一些事情啊 开始慢慢的 我觉得的融合 软化 自然而然了 你比如说 我现在就觉得上海人啊 不像早年间那么 那么那个 即使白脸 当然啊 他现在整个 我跟你讲 外地的人 这个尤其是高 高层的人 人群啊 外地的这个比例 相当大 上海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他开始丢掉自己的文化传统 丢掉从三十年代以来的这个 比方上海现在这么大城市 容不下上海化的节目 这个是太不像话了 你在你广州都保卫自己广东化的节目 香港都有 那是上海 但是你还不像话了 我们石家庄是不是也应该开石家庄化的节目 但是不一样啊 无粤语跟北方化差别那么大 而且他一直有自己的传统 你石家庄呢 当然也可以有啊 但是你这个没有那么明显啊 我是同意的 这当然可以有一个上海化的 不是 问题是啊 你想想看 我们这个回过头来想啊 像这个 你要美国有南方口音啊 什么口音不一样 但他没有一种方言 然后像那个日本啊 日语里边 你有关东关西口音 但他没有一种方言 就是当他这个 以后轨道交通啊 中国到处都有高铁 我觉得要保留这个当地的语言 是越来越难 所以现在上海有一句话叫做 内环之内 他说英语高端的 比如说金融街啊 这些人说英语 然后呢 在这个住在家里呢 说国语啊 然后说 就是你刚才说的 就是小蔡常理说上海话 才说上海话呢 那跑到外环那儿 他才说上海话呢 就全都牵出去了 还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整个文化啊 真的是变化特别大 你就不要说别的 就像我们这种 也算是新上海人 虽然是住了很长时间了 过去之后 你想同学啊 朋友啊 什么 一多一半以上 大概都是外地人 都不讲上海话的 你像我 沦陷了 沦陷了 我惨不忍 但是我们外地人 就越来越喜欢 越来越 觉得很好啊 对不对 觉得很好了 沦陷 所以各种感受啊 真是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围柴动力 凤凰大序言 一部老人艺 半部中国话剧史 没有一家剧院 像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这样引人关注 早有周恩来 陈毅 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经常光临观赏 更有郭梦若 老舍 曹宇 等文学泰斗 为其创作剧本 甲子园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央台 凌乌然岛国新西兰 发生离奇事件 特级乳牛 慕名失踪 真相是什么 密切留意 携手清风 能源 大地 净水 踏上旅程 让自然携手科技 让幸福在城市盛开 心生和谐 新创幸福 日历 HIT 无良春光灿烂 香醉人间 三千年 香醉人间 三千年 名门之秀 武良春 北京这个地方 真是 你说要在这生活 粗糙 不方便 种种不方便 甚至是自然环境 这从鲁迅开始 就在说这件事 说北京这么一个 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的地方 是吧 但是呢 为什么 它是最热的地方 它总是 当然是因为中国 还是因为政治带头了 这个国家带领资本主义 不过讲起上海的 国际形象 最近有一个微妙的变化 前几年 汤库斯拍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有一集拍上海 他也在大楼里跳跳 但是很快就跑到那些破的街道了 因为上海是这样 摩天大楼旁边不远 就很多晒着衣服的老虎填窗 这个是的确 他就表现他穷的一面 但是现在这种表现手法 他用到伊斯坦布尔去了 最近一集的James Bond 那个上海炫了 那就是世界上最炫的景象 而且完全是正面的炫的景象 这说明国际资本 对上海的定位正在变化 这个是一则一喜 一则一忧 喜是很多上海小市民 虚荣感满足 哦哦 阿拉上海好了 对 忧是忧在什么 我见过一个上海官员 不小的官员 跟我讲过一句话 上海啊 市中心啊 70%都住欧洲人啊 才是成功啊 哦 他这么想 他说想想人家伦敦啊 伦敦6%70%都是外国人 中东大老板来买的 我们上海将来也要建策 我当时看到他这位官员啊 心里呸 但是也呸不出来 现在正朝他的方向